欢迎收看凤凰财运日报 中国人行官员今天介绍 内地上半年的金融状况 副行长刘国强表示 中国目前没有通缩 下半年也不会有 他又指人民币的汇率 没有偏离基本面 必要的时候会对市场顺周期 单边行为进行纠偏 而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官员表示考虑到 供求发生明显的变化 过去在市场过日时 推出的政策 存在了优化的空间 相关的话题 我们稍微都有请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永新证券副总裁 许为宏建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还有分析 今天焦点先关心股市的消息 今年内地股市个别发展 而总结全州创业板指数 涨幅是最大的 累计上涨超过2.5% 香港股市则录得五年升 累计全州上涨了1048点 疑点数计是半年以来 表现最好的一周 带您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窄幅震荡 户指全日在平盘线附近波动 尾市闲手红盘 深圳市场表现较弱 创业板指数跌幅居前 从行业来看 内地公布深城市AI管理办法 刺激数据安全板块领涨 AI概念股也有反弹 酒店与电力股则表现较弱 户指收报3237点 微升1点 总结全州 户指上升1.28% 深城指收报11,080点 跌幅0.14% 创业板指数下跌0.6% 科创50指数下跌0.44% 两市成交维持在 9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北向资金近满入10亿元 香港股市延续反复向好 美国通胀压力舒缓 带动美股持续走强 加上人民币也持续上涨 利好恒生指数 明显高开184点 不过大盘在牛熊分界线 进行反复增持 中厂温和收高 路德五连涨 恒生指数收盘报 19,413点 上升63点 升幅0.33% 主板成交912亿港元 总结全州 恒指累计大涨1048点 升幅5.7% 蓝筹股涨多跌少 中资电讯股造好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大涨超过半成 银行和保险板块也走强 但新能源汽车股表现落后 蔚来和小鹏跌幅都超过3% 亚太股市方面 韩国和台湾股市收涨超过1% 日本股市收在平盘线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主要的通胀指标 CPI还有PPI数据 在6月份都呈现明显的回落 这也加强市场对美联储 在今年下半年只加息一次的预期 则削弱了美元对比其他货币的 收益力优势 美会指数今年进一步跌穿了 100整数关口 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 人民币则持续反弹 到近一个月来的最高位 美国通胀降温 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表现的 美会指数跌破100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则持续走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周五开出的人民币 对美元中间价报7.1318 比周四上调209几点 创了6月19号以来最高 集期汇价开高走高 午后出现小福回吐 中长收升277点 报7.1325 同样是上月19号以来的最高位 本周累计升幅1.42% 是1月中旬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 交易员表示 人民币的反弹势头 仍要视乎美元走势 虽然美联储本能加息进入尾声 但市场观望中国二季度的宏观数据 以及未来的稳定性措施 人民币未来走势仍会有反复 而在全球汇市方面 美元指出周五在99.5的 15个月低点附近徘徊 之后稍有回升 但仍受制于100关口 本周以来 美元汇价已经下跌2.4% 录得去年11月以来最差一周表现 美元走弱之际 欧元在亚洲交易时段 触及16个月新高 随后稍有回落 其他货币方面 瑞典通胀放缓速度低预期 克朗对美元远离 周四触及的两个月高点 澳大利亚央行首位女性总裁上任 澳元对美元汇价基本持平 至于在亚洲货币方面涨跌互见 滞涨优率日本央行月底的会议 将会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日元对美元反弹至137水平 马来西亚林基特 越南顿也走强 但印度卢比 泰铢表现疲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行副行长刘国强 那么今天针对近期人民币的波动 回应指出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从长期来看的话 事实上还是要取决于 基本面的一个表现 另外人行的官员表示 我国是大型开放经济体 汇率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既可能升 也可能扁 但是晚上 晚上 也就是说不管是升还是扁 都不会偏到哪里去 过去几年 从19年8月5号吧 人民币开始破期 后来又破了三次期 破完三次期以后 又三次回到了期以内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又一次破期 但是大家看到 这几天 已经开始冥想回升 刘国强表示 面对汇率的波动 人行已经综合采取措施来管理预期 外汇市场的运行平稳 金融机构 企业居民的 结售会行为理性有序 市场的预期基本稳定 有宏观经济 还有国际收支储备等 三个大盘座支撑 以及在市场化的汇率行业机制下 人民币的汇率不会出现单边式 仍然会保持双向的波动 动态均衡 而未来人行在必要的时候 会对市场顺周期 还有单边行为进行纠偏 以防范汇率大起大落 另外刘国强指出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 有所回落 这是经济复苏过程当中的 一个正常的现象 他又指中国目前没有出现 通缩下半年也不会有 至于在房地产方面的 官员表示 考虑到供求发生深刻的变化 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 所陆续出台的政策 则存在了边际优化的空间 记者会上 针对有舆论指出 中国上半年经济恢复速度 不及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回应指 当前宏观经济数据有所回落 确实不能回避 但这属于 疫后经济复苏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他并指出 在外部经济高通胀的背景下 中国物价相对平稳 近几个月虽出现走低现象 但并未出现通货紧缩 所以我们说 目前没有出现通缩 下半年也不会有通缩的风向 我国货币条件合理实度 居民预期稳定 随着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供需的缺口将进一步弥合 8月份后 CPI有望逐步上行 而针对外界关注到 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情况 人行方面也将继续为 房地产行业风险有序出清 创造有利金融环境 近日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联合发布通知 将金融16条中 两项有适用期限的政策 统一延长至 2024年12月底 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对房企 存量融资斩期 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 周兰表示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 陆续出台的政策 存在编辑优化空间 金融部门将继续配合有关部门 加强政策研究 因成失策提高政策精准度 更好的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 集合营火流箭 北京报道 好 针对今天参与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许位红线 许先你好 吴嘉宁好 其实我们看到本周美元快速回落 激励的人民币大幅反弹 超过了1% 那针对近期人民币的 大幅波动的情况 我们刚刚听到了 人行官员表示说 汇率基本还是它的取决于 基本面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么下个礼拜一 马上就要公布上半年的 一些宏观经济数据 那您预计人民币的反弹 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我觉得人民币的反弹 主要取决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 关于通胀的预期 包括美联储的这个 加息的一个节奏的过程 从实际经济上讲 包括刚刚已经公布的 上面一些数据来看 中国经济应该说 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应该说基本还是符合预期的 所以从经济基本面 并不支持人民币的这个过于走弱 那现在在我看来 可能是一个近期的 包括一个中长期的 一个相对低点 所以下半年人民币逐渐走强 对美元逐渐走强 但是可能在美元指数 走弱的情况下 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 这个汇率有走强的趋势 但是对欧元对日元 却相对来讲并不好说 可能还偏弱一些 这主要跟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 出现一个预期的这个拐点 有明确的关系 美国或者说美元 进入实际正利率的阶段 这个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的 一个基本的这样的 我们的基础逻辑 还是下半年全球资产市场 资本资产价格的一个基本逻辑 OK 那么在有关房地产方面 我们看到任航官员表示说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供求 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那么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 所陆续出台的一些措施 还有政策存在一些 边际优化的空间 那对于后续房地产相关的 一些金融优化政策方面 你有怎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房地产的政策的转向 或者叫做阶段性的一个调整 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 也就是二十大前后 那对于房地产包括一些 在境外有融资行动的 融资行为的一些 我们叫大型中型的 偏大型的有一些 还有有品牌向你房地产企业 那应该说在货币政策上 和一些行业政策上 对于这些企业经历一定的倾斜 这个是持续了多半年 两三个季度的一个持续政策 这主要还是稳住房地产 叫做保证基本盘不动摇 那么红线的政策不动摇 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 但是房地产并不是一个 我们的短周期的行业 它不仅仅跟人口的这样的一个 老龄化包括人口周期有关 也跟房地产本身的 这样一个行业周期有关 所以说无论是货币政策 还是行业政策 对于房地产本身的行业 平时顺水而为的调整 对于一些在境外有融资的 举动的有存量债务的一些企业 那么应该说房地产企业 在过去这三个季度里边 得到了一个相当的舒缓的作用 对于很多有品牌的 有影响力的系统性的一些 中型甚至中大型房地产企业 能够平稳过渡债务 那么从容处理债务 不出现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应该说政策已经起到相当的作用 但是展望未来应该说 在稳住基本团的情况下 并不会对房地产 大规漫灌也好 或者叫过于刺激 因为毕竟房地产整个周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房地产 我们叫灯亮市场 货币化的季度已经过去了 这恐怕是未来的房地产政策 一个基本的锚定的政策所在的 是 那么为什么大家比较那么关注 下周一马上要公布的数据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一些通胀 或者是外贸的数据 都显示事实上 内外需的持育疲弱的情况 已经给下半年的经济复苏 带来了一些挑战 那么人行官员刚刚也提到了 在应对超预期的挑战变化的时候 人行事实上它还有相当充裕的政策空间 那您预计未来下半年 那么人行在货币政策方面 该如何发力来提振 中国的经济的一个复苏反弹 到底还存不存在降准降息的一个必要性 我也是在四处调研 我感觉整个经济确实是在复苏的 过程中有一波三折的现象 特别是刚刚公布的金竹口数据 金竹口数据应该说在后疫情时代 就是疫情三年 中国的在整个外贸领域 就是全球贸易的这个比重 显著提高 比起疫情显著提高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疫情期间 整个供应链并没有断 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能够正常的运行 持续三年的一个供应链的国家 所以疫情以后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供应链全球也不见开始修复 所以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这样的 这个坚决的政策的优势 并不不存在 所以是否这个我们叫整个中国经济的 这个占全球贸易比重的比例 回到疫情期间 至少是增速相对下降 这恐怕也还要继续观察 一个一两个季度 那另外一块就像胡建议所说的 那消费作为内需来讲 它有个复苏的过程 所以这样无论是外需还是内需 那整个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 整个复苏的大的背景 应该说还是一拨三折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 格外关注这个即将公布的 上半年的这个宏观数据 但是作为货币政策来讲 像刚才对房地产一样 那中国货币政策其实并不存在 大水漫灌这样的一个强刺激的 一个背景和需求 财政政策也是一样 市场或者说整个房地产周期 已经容不下再一个4万亿这样的一个 全面的刺激计划了 所以下半年整个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还是一个相对精准的 我们叫宽松的过程 无论是对于一些专精特新 高新技术产业 科创型企业 那应该说整个财政的刺激 或者财政的补贴还会继续 但是并不会对全行业 或者全部市场的这样一个刺激过程 货币政策也是一样 降准降息 上面降了几次小幅度的 一些货币政策的宽松 并没有对市场产生了很大作用 那这不会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 应该说整个下半年 还是在这样一个 我们叫货币政策精准宽松 边际放大效应的这样的过程中 并不会出现大水门关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预期 好 非常谢谢许永珠 我们今天在热理话中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看其他的消息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今天召开了民营企业融资座谈会 听取民营企业对扩大民企债券融资 支持工具的意见跟建议 教育商协会的官网显示 包括了新希望集团 新城控股 碧桂园集团等 12家民营企业参与了座谈会 介绍民营企业在当前形势下 所遇到的困难跟挑战 并对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提出意见跟建议 教育商协会表示 将会持续扩大去年11出台的 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也就是民企融资第二支建的工作开展 支持民营房地产开发商 还有产业类企业债券融资 下一步将会认真研究 民营企业提出的意见跟建议 助力于民营经济健康 还有高质量的发展 下一节回来当您关注有统计显示 外资连续两个月流入中国股票 我们待会请 美股的财报季呢 本周拉开序幕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俄州股市早段载幅震荡 法国的股市表现较好 再当您回顾昨夜美股收盘的数据 美国六月份的生产物价指数 按年录得近三年来最小升幅 市场冲减美联储呢 即将会结束加息周期 支持美股连升第四天 金融纳达克指数呢 大涨1.58% 是连续第二天涨幅超过1% 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 外资连续两个月流入中国股票 国际金融协会统计 六月份流入新兴市场的总体资金 达到220亿美元 金额是1月以来最多 当中亚洲的占比最多 有135亿美元 净流入新兴市场的股票资金 有123亿美元 而流入中国股票的资金 有19亿美元 但是中国再是连续6个月入得资金 的净流出 按月减少16亿美元 社会相信资金流入新兴市场 主要是由于通胀降温 而且地缘政治紧张 换个所知 国际货币金组织指 全球经济在部分领域出现了韧性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 增长的势头正在放缓 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预料 明年石油的需求增长 大约2.2% 达到每天225万桶 这个比国际能源署预计的 要高出了一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第一季全球经济增长 略高于市场预期 但随后出炉的数据好坏参半 例如20国集团经济体的制造业 显露疲态 全球贸易依然疲弱 即使服务业需求强劲 旅游业正在复苏 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势头放缓 组织又指出风险整体倾向下行 通胀也似乎在去年触顶 不过核心通胀虽然有所缓解 但大多数20国集团成员的通胀 仍然高于目标水平 组织认为20国集团成员 还需要收紧财政政策 以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 并创造财政空间 通过减少总需求来帮助支持去通胀 谈到中国方面 组织指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原因是民间投资驱软 出口放缓以及内需下降 另外国际能源署宣布 将今年全球每天原油需求增长预测 下调20万桶到220万桶 但预期全年总需求量会创历史新高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也上调了 今明两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当中预料明年每天原油需求增长220万桶 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高一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路透社援引印度政府官员报道 印度政府为了减轻下游钢铁消费企业的 成板负担 将会拒绝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钢材征收 反补添水 报道指出为了平衡下游用钢企业 和上游钢铁厂商之间的利益 印度财政部罕见地拒绝了贸易救济总局的建议 决定不向来自于中国的部分扁钢产品 征收18.95%的反补贴税 报道指出决策主要的考量是印度经济快速复苏 但仍然不均衡 想中国进口钢材征收反补贴税 将会损害中小型钢铁产品制造商 也只会让少数的大型企业受益 印度政府去年2月份决定撤销 对中国进口钢材征收反补贴税 今年4到5月份进口数据显示 由中国进口的钢材数量 创出了6年来的高位 有关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 日本政府今天再度表示希望香港不要扩大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 而对于欧盟此前表明将会撤销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表示欢迎 欧盟之前宣布将最快从8月上旬起撤销对部分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福岛等实现部分食品将无需提供核辐射检查证明 即可进口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高度评价欧盟的这一决定 欧盟撤销进口限制后 目前仍对日本实施进口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为11个 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 对于日本将排放核污染水入海 日本政府忧虑 若中国大陆和香港加强对日本农产品的进口管制 将给农产品出口带来沉重打击 不过案庭此前已再次表示 不会改变排海计划 外界忧虑 一旦中国加强对日本农产品的进口管制 今后的谈判将会非常困难 另外香港旅发局公布上半年 防港旅客约有1300万人次 相当于疫情前平均数的大约四分之三 另外国泰航空发的引起 预计上半年将会扭亏为盈 赚最多45亿港元 同时计划在未来12个月之间 将会赎回政府所有的优先股 香港旅发局公布6月 防港旅客达275万人次 累计上半年约有1300万人次防港 近八成为内地旅客 旅发局预计下半年 游客量会继续稳定复苏 也将加强多类型的活动安排吸引游客 预计全年访客量可突破3000万人次 在航空复苏方面 国泰航空公布最新数据 今年6月份载客量为154.86万人次 按年增加9.3倍 同时国泰预计上半年将扭亏为盈 赚40至45亿港元 而去年同期则为亏损49.99亿港元 逆转近100亿港元 国泰表示新冠疫情是集团有史以来 最具挑战的时期 目前正逐渐走出逆境 同时国泰宣布向疫情期间 与国泰共度时间的同事 发放最高为6星期和资格筹金的 特别筹谢金 凤凰卫视王宇婷香港报道 上海市在13号完成了今年内 第二批次的集中供地的首轮出让 共成功出让的15宗地块 总成交的金额超过了400亿元人民币 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科尔瑞发表的报告 尽管今年楼市短暂复出后又再度走弱 但是上海市本次供地 仍然有三分之二拍出的地块 达到最高限价 全部16宗挂拍的地块当中 有15宗成功拍出 有10块以最高限价成交 其余的则是以底价拍出 整体的溢价率达到7.8% 较上一批次上升的0.5个百分点 当中有11宗成交的地块 是由央国企尽得 暂比超过了7成 而综合上海市今年两轮土拍来看 拿地最多的房企是中国铁剑 保力发展以及招商蛇口等央国企 文字节目将感谢您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